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高市106年度住宅逐金补贴原计划补助9,399户,经审核后高达9,630户符合资格,为让超额的230亿户也能享有补助,高市府决定自筹经费全额补助,最快12月25日,全数合格户正能领取租金补贴。 高市都发局表示,配合住宅法修正,政府今年首度放宽多项租金补贴成租户资格限制,包含维建弱市户可申请一次,终低收入或列入评点提高补贴机会,将房屋出租与租金补贴户的所有权人也有免税措施,包含房屋税衣,2%优惠及综合所得税,每月1万元免税等。 经都发局审查,符合补助资格的承租户有9630户,超出原计划核定230亿户,为照护弱市民众居住需求,市府决定自筹经费让和格户都获补助,在高雄安静住过好年。 都发局近年来提供多项创新快速且贴心的住宅补贴申办所施均广受好评,连续三年率先全国发放住宅逐金补贴,要让民众切实感受政府温暖贴心及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都发局也再次提醒,如果租金补贴户申请时或补贴期间减负的租约已约满或中断,务必在两个月内向都发局补正新租约,才能顺利合拨补贴款以免于其未补贴被取消资格。 租金补贴款和拨进度可利用收件编号及身份证4号到高雄住宅补贴网查询或拨打服务专线07-3368333转2649-2651由专人为您服务。